我国政局一再发生大地震 各种缘由离不开一处击溃的联盟关系 以及朝野较量 身为在野议员的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可敏 今天就提出了休战建议 无论最后首相是谁 朝野都应该抛开政治斗争 让新政府专心一致的抗疫救势 直到疫情降温了 就要解散国会 还政于民 朝野经过一轮凑人头抢支持的比拼后 新政府诞生在即 任期不会超过两年 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兼安顺国会议员尼可敏 今天在万邦叼湾出席物资派发活动后 主张朝野阵营开始停火 他表示 无论第九任首相大卫花落水家 在人民水深火热 国家经济微米不振 股市濒临崩溃 马币一跌再跌 这些危机加工之下 有良心的政治工作者都应该选择休战 当务之急 我觉得朝野之间都应该抛开政治基建 维持国家政治稳定 一直到来届大选 是时候我们必须展现政治家的风范 而不是无休止的政治斗争 朝野之间必须合作 最重要先克服两大挑战 过后反正于民 让人民来做出决定 毕竟这新的政府的任期也不会起 可能最久是到2023年 那个是大概有20个月的任期 尼克敏认为 即将上台的新政府必须专心移制防控疫情 振兴经济 让人民安居乐业 虽然尼克敏支持现阶段要维持政治稳定 可是他也提醒 看守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下台前 承诺明年7月前解散国会 新政府终究要还政于民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现在即使不管谁受委 如果是说受委的首相 其实都没有民意的基础 因为人民是在2018年 一人一票通过改朝换代 所以呢 马来西亚是民主国家 彰显民意是非常重要的宪政精神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这一点 无论谁要做政府 都必须经过民意的考验 才是真正的民主政府 对于人民的心声 尼克敏坦言 人民已经厌倦眼前的政治恶斗 朝野应该以人民利益优先 一旦疫情趋缓 八成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是时候敲响战鼓 让人民选出民选政府领导国家